2023年才剛開始沒多久 中國就出現了第一個被禁的詞 人礦 1月4日 人礦一詞一度衝上微博的熱搜排行榜 但隨即遭到中國各大社交平台緊急封殺 究竟人礦是什麼 背後又有和中共不能被發現的真相呢? 人礦一詞充滿了諸多解釋 但其實意思都蠻接近的 其一是中國民眾的自嘲 被認為是韭菜的升級版 這詞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 至於人是一種資源 現在網路上則有一個相當去向化的解釋 讀20年書還30年房貸養20年醫院 這句話真的值得解釋一下 在中國讀20幾年書不只要繳學費 更要賄賂 學校會強迫捐款或者花錢買教室更好的位置等等 家長如果沒有發動超能力 孩子就可能無法獲得老師的協助或更好的機會 畢業之後人人都想買個房 但繳30年的房貸 這些房子的所有權仍然屬於政府 你只擁有使用權 而政府隨時都可以收回你的使用權 這還是屬於運氣比較好的 運氣差的還得搭上最近爛尾樓的專車 光付房貸卻沒有房子 錢都進了高官口袋 還在拼命地往國外搬 之後年歲到了 上醫院去 還要被醫院給剝削一頓 這部分可以看看我們之前專訪回歸台灣的台商 他說老人家送進醫院 醫院會首先評估你們家的經濟狀況 來決定你要花多少錢救救自己家的老人 作為人礦 剩下20年就拿來貢獻給中共的醫療體制 簡單來說 一輩子都被中共的體制當作礦物 不斷被開採 創造價值 直到被消耗殆盡 中國有網友詳解人礦一詞 人礦一生分為三個階段 開採、使用、殘渣及廢棄處理 最初十幾年在你身上投資教育 目的是把你開採出來成為可以使用的礦 中間幾十年是使用和消耗過程 最後不能用了 以盡量不污染的方式處理掉 細絲極空啊 這讓我想到大紀元獨家曝光的中共高層秘件 要陰陽近陽、陰死近死 盡快全部陽性感染 若要死的就盡快死一死 連醫療資源都減少浪費了 另外還有人直言 人礦其實還有一個更殘酷的現實 那就是行走的器官攜帶著 被摘取器官幫助高官和婦人延長生命的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真的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人礦的詞意 因為連器官都被奪走了 很多器官都進入了中共高官體內 成為續命的可以買賣的工具 這部分我會把文章的連結留在下方資訊欄 歡迎各位進去看看 因為這可能也跟最近中共高官 非常密集的感染與死亡相關 最後人礦一詞 背後凸顯的是身處中國的悲歌 但同時人礦的熱傳 也代表中國民眾自我意識的覺醒 越來越多人清楚認識到中共的惡 才會對自己的監獄感到不滿嗎 不管是白紙革命、煙花革命 都是中國人開始覺醒的表現之一 中共之所以火速封禁人礦一詞 意味著它自己也知道 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已經搖搖欲墜 但別無他法 只能通過封禁一再掩蓋不願面對的真相 但中國的經濟最近持續下探 中共的槍桿子與鼻桿子可能都難以維持 身處這個時代 我們將有幸見證一個巨大但邪惡的陣體行衰更迭 大紀元更是何其有幸 能在這期間記錄著跌宕起伏的歷史 陸海長 大紀元會持續作為傳播真實訊息 呈現傳統價值的載體 願更多讀者一起加入我們 了解真相也成為傳遞真相的一員 虛擅永可取代表真相 即使我們將與鼻桿子感受為 也會想交掉 如果細項僅僅僅僅僅需要